后疫情时代全球面临住疫苗战 以及财政和货币刺激下的通货膨胀 对此上博投资的投资组合经理兼总经理汪雷 分享了他对市场的见解 他指出鉴于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拉锯战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保持投资组合平衡 并能允许广泛的跨领域参与 汪指出随助全球疫苗供应得到改善 疫苗接种率和效果都在快速回升 但仍需要密切关注对突变体有效性 另外 旺提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引起市场对通货膨胀和利率方面的担忧 以对抗新冠肺炎带来的影响 全球都在采取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 其中美国财政措施占到GDP的57% 全球占36% 不过旺指出 经济重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加速只是暂时的 并表示美联储对收益率上升 和通货膨胀的暂时超预期感到满意 加息人在遥远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 旺指出 谢绝环境问题可能是两国合作的突破口 旺强调 环境社会和企业管制ESG问题 会影响投资风险和回报 因此会将ESG因数纳入投资流程 旺指出 相信中国的股票 特别是本土的A股公司 将成为全球ESG投资者 带来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ved